欢迎来到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今天透过镜头我们要带您到新竹县武丰乡 一块来认识这一位邮局的局长 庄万贵 看看他如何在工作之余 也能够收藏客家谚语 其实身为客家人的庄万贵 在邮局与人互动当中 就学到了不少客家些后语 为了让这些前人的智慧 都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他除了上古文课 还到处的拜访齐老 花了三年的时间 他收集了六百句的客家谚语 集结成册 也要带您来看看 他用热情传承文化的故事 风景秀丽的武丰乡连邮局都很特别 因为他就设在图书馆里 和一般邮局一样一早开门作业 但除惠业务行政工作 通通只有庄万贵一个人在负责 你要帮忙吗 我要拿一万块 一万块哈 当巡回经理十五年 新竹县的一人邮局轮流跑透透 只是亲切服务民众的同时 他也喜欢和人话家常 因为常常都会有意外收获 遇到前辈一定会多问两句 如果听到客家谚语 礼语 就像是如获至宝 一字一句记录下来 整个电脑资料库 就像客家谚语的藏宝格 一事无成 客家十足九百 庄万贵就像个行动活宝库 随时都能说出 这些客家谚语的来源跟典故 游局里唯一负责送信的游物室 也是庄万贵的学生 遇到了不了解的客家谚语 一定会开口问个清楚 其实有很多客家谚语来讲 你没有实际去听 一般人都根本听不大懂 除非有老师跟你解释出来 才会听得懂 对庄万贵来说 这些客家谚语拥有前人智慧 怕他走入历史 所以庄万贵花了三年 收集六百多句的谚语 编辑成册 集结出书 为了让客家后辈也能懂得 这些客家接后语 庄万贵花了很大的功夫 经常到图书馆里走一走 不断找资料 就是要看看有什么词汇 是客语没有办法翻译的 他常常拿成语字典 唐诗或者是签字文 测验自己的能耐 用心传承文化 遇到瓶颈 他也到处拜访客家祈老 除了自学三不五时 庄万贵也会串门子 打给我们求我们 天气动 天气很恶劣 打狗他都不出门 从聊天当中 庄万贵希望教学乡长 更希望大家能够让客家艳语 也融入生活当中 云生山剑的五峰聚落 庄万贵父母一人邮局 满满能量 用心服务相比热情钻研客语 三年六百句的艳语 咀嚼感动时刻